活活 我觉得就凭一条 你没有资格跟妈妈这种态度讲话 因为为了活活的婚事 居然把婚房都给她准备好了 我妈妈在济南 确实给我准备了一套婚房 但是这个婚房根本没给我 其实我不是说不给她房子 你起码就是说有些意见 你听听我们老人的 我的要求其实也不高 就是说你能回到济南来 以后结婚也好 趁我们年轻 我给你带带孩子做个饭 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这不挺好 我要求并不高 我问你一句话 你为什么比如说在事业上 他的生活上 他的情感经历上 都这么地费心劳神地去参与 去给意见 为什么呢 我毕竟是从小把他抚养成人 他四岁到我家 我一直把他就是说 当我自己的亲生儿子抚养 从来没有说有偏有像 我都是一碗水端平 他不是您的亲生儿子 我其实是他的小姨 我他的不管是婚姻也好 工作也好 我必须都得把把关 我得对得起我姐姐 对得起他李家 是吧 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边有三个姐姐 还有一个哥哥 在我四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得病 然后就去世了 那时候吧 因为我们家庭本身在农村 家庭条件就非常的不好 然后当时我妈她就说 说我小姨在济南 也生活得不错 我们家条件 毕竟比她家里好 是 然后我妈就说 不行的话 能不能让我小姨 把我就是过去过去 能让她帮养一下 说的 然后呢 我小姨呢 当时就特别的 什么都没说 她就张口就答应了 说基本上 说让孩子到我这来 我能为她付出 就说一个 能有更好的教育 后来我就到了 我小姨家 四岁开始到 跟小姨一起生活 对对对 咱就摸着良心讲 小姨对你怎么样 说句不好听的话 甚至就是说 比我的母亲 对我关心还是关心 然后比我母亲 还要更亲 所以说我一直也都称为小姨 所以说叫妈妈 叫姨妈什么的 小时候她听话不 小时候可乖了 就和个小女孩一样 我让她上东 她不会吵析的 但是现在工作也好 找女朋友也好 她根本就不听我的 那个阿姨 其实一方面 出于对自己亲姐姐的 一个交代 另一方面呢 也是希望你有一个 更好的未来 就你对于妈妈 就是未来 你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现在 自己在燕郊开 这个困山店 已经开两家了 我自己呢 也有计划想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我想再多开几家店 然后最好是能 创立自己的品牌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别是 其实我一直吧 是想让我小姨 能够答应我 跟我女朋友 能够早点的结婚了 第二个呢 是我想早点结婚 能够生了孩子 因为趁我小姨年轻 能让她给我带一下 第三个呢 我是希望我小姨 给我姨父 以后就是能够 把他们接到 北京宴郊来 能够和我们住在一起 因为毕竟 我小姨爸 家里边有两个孩子 我哥哥呢 现在在国外了 他们五六年 才回来一趟 我姐姐呢 现在在西安那边了 如果说我小姨 给我姨父要是生病了 或者有什么是吧 他们也回不来 还得指望我这个小儿子 毕竟那么多年 我小姨给我照顾我 对吧 就跟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 他既然这么照顾我 我还给他 我当然一定要 好好地孝顺他 这个是我心里面所想的 这个阿姨可以吗 现在不行 为什么 我上你那去 人生地不熟 完了以后 我的医保卡 工资卡 是吧 全都在济南 谁敢保证 我在一辈子 我也有老的时候 我不生病 对吧 我肯定要生病 要住院 这些事你都考虑到了吗 他跟你没考虑到 再一个 我平常我下来 我这个地方都熟了 老人不愿意挪 我就在这里 下楼有个说话的 过年过节 隔三差五 同学有个聚会的 你说我跑那里找谁去 所以说我呢 从我都考虑 我是不想去 我不起 明白了